张美玉 女23岁 黑龙江人 哈尔滨师范大学 广播电视编导专业 我叫张美玉 今年23岁 毕业于哈尔滨师范大学 同学们 我的好朋友们都愿意管我叫张精彩 因为他们觉得我每天的生活都在不断地追求着精彩 今天我来到了非你莫属的舞台 非常希望各位boss能为我亮灯 在大学期间也是从事过很多的工作 以及参加过一些比赛 其中让我印象最深的一个比赛 是参加了泰州美女主持人大赛 当时晋级了全国前十强 这场比赛却带给了我很大的希望和往前走的动力 我希望我今后可以成为一个看起来像一个女孩 行动起来像一个女人 工作时像一个老板 思考时像一个男人的人 今天我来到非你莫属的舞台 希望求到一份总监助理 或者是公关经理 或者是大客户经理 以及培训师蒋师这样的职务 谢谢 老师 拿的一把枪给你干嘛 我之前来呢看到很多期非你莫属的这个节目 发现了一个特点 就每一个选手来的时候呢 都希望用一些小小的礼物 去代表自己的心意 因为我比较喜欢花 我希望能够通过一个美好的事物 来传递给各位老师在我心当中的位置 那首先第一朵我要送给您老师 送我玫瑰呢 我帮您一朵玫瑰花 我从来没有接受过别的女人的玫瑰 其实您真的是一个很像玫瑰花的男人 因为您很浪漫 但是呢有的时候有一些小刺 就让我们感觉到很严肃很犀利对不对 但是我觉得您的内心是有爱的 而且您是一个慈父 所以我把玫瑰花送给您 我还是喜欢这个 你给这个给我吧 我还是不破例了 我只接受我老婆的玫瑰 对不起啊 哇那您在我心当中 谢谢 那您在我心当中 你又是又加粉了 好棒的男人 我们也有老婆啊 不管女生要抱她 还是要送个花 你老师压力那么大干嘛 男人要懂自律 老师 那么向日葵有什么寓意吗 因为向日葵 它象征着希望 象征着勇敢 象征着机会 所以我把这些带给各位boss 也希望我能够拥有一个机会 送花那个环节 是我自己独自想出来的嘛 那个环节我觉得 给各位boss留下的印象很深刻 其实当时我送花的想法很简单 首先第一点 我肯定是希望 我能给他们留下一个很好的印象 第二点呢 我也觉得录制 因为我们这个节目 也时间很长 很辛苦 所以我希望能够 带一个黄色的向日葵 能够带着朝气 带着新鲜 而且能够给平平老师的心情 变得好一点 所以当时其实就很简单 送过去了 然后我发现 其实这个环节还挺好的 不错 其实你自己就是一朵美丽的花 谢谢 谢谢老师 谢谢 你啊 这个一态万千 长得也不错 谢谢老师 人也挺聪明 你在学校担任过学生会干部吗 是 学生会主席 对 那在学生会主席期间 你都做出过什么工作业绩 当时去谈了很多的赞助 大概是有十个左右 然后呢 但是每一场赞助 钱其实都不多 大概就是一千左右 因为我们当时都是比较小的活动 组织过五场的我们的团活 团活的话 其实就是大家在一起开心 然后分为每一个班 每一个戏 去表演 你这种人拉赞助 是不是会太强势 其实我可以弱下来的 你可以弱下来 我可以有很多的形象 你也可以弱下来 那我们现在进入温柔模式好不好 老师好 受不了 受不了 真受不了 因为说实话 我们还是希望职场中 就是能看到一个完整的你 就是你现在展现的全是很干练 那我相信你有很女人的一面吧 你得看看这个姑娘的黑红配 就是个特别有特质的 什么特质 你看我是怎么穿的今天 我们俩很大 你能大叫做 你们俩虽然颜色搭配相同 但典型的是一个主人一个仆人 对吧 你还是到后厨去当你的厨子去 咱们继续了解 你在担任学生会主席之间 这里上面写 你办过五场活动演出 对 你都是担任什么职务 从事什么工作内容 编导 策划 还有前期的一个赞助 还有演员的培训 你一间挑啊 我每天会开会 然后我会给他们布置任务 每一场演出的规模大概有多大 规模的话大概是200人观众 然后演员的话是100 不到100人 是70人左右吧 这五场演出当中没有出过岔子吗 出过 我觉得有人的地方就一定存在着问题 我可以再看你 那我先给你 我来说